血液透析疗程 每个小时需要30公升的纯净水 一次疗程5个小时 冰城瓷济洗腎中心 每天有两班次 平均一班次有31位腎友 一天下来 平均需要9300公升纯净水 为了取得纯净水 冰城瓷济洗腎中心的 RO逆渗透水处理系统 每分钟会排出16公升的排放水 为了减少排放出去的水量 冰城瓷济洗腎中心的RO系统内 安装了定时建构器 因此 冰城瓷济洗腎中心 原本每天会有9000公升的水量 6600公升的排放水 安装了定时建构器后 省下了7200公升的自来水 目前每天只排放 大约2400公升的水 如果我们没有再利用的话 其实也只是直接排出去罢了 那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洗身大楼 每一天也是要用很多的水 所以就想到说 把RO系统的排放水 拿来冲洗厕所 还有浇化这些一般的拥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每人每天基本需要 大约50到100公升的用水量 由此推算 已经经营了超过 1600天的冰城瓷济洗腎中心 至今已经省下了 1152万公升的自来水 即循环使用了 384万公升的排放水 这些水足够应付 将近153600人的每日用水量 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 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所以在我们的制液体里面 我们尽量让水重复地使用 才不会浪费掉 虽然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水资源是很便宜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 这一份的警惕性 世界上的每个资源 都有耗尽的一天 因此善用水资源 节约用水 是每个人必须养成的习惯 大约新闻菜底跟 李嘉宜马来西亚 边城采访报道